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。 任劍辉原本打算,在澳门演完素场戏,变回广州,想不到一演变十年。 1935年至1945年,任劍辉一直在澳门演戏,先后再多个粤剧团当台处,如群芳艳影剧团,该剧团其后改名镜花艳影, 与陈皮梅合组的梅花艳影,与谭兰兴组成的金星剧团,金星剧普解散后,又组成三黄剧团。 不过,约论重要性及突破性,当要数到新星剧团。 当时任劍辉任劍团的文武生,陈艳龙为正印,白雪仙任二邦花弹, 配搭强劲,新星剧团遂成为当时的长寿班吧。 新星剧团时代的任劍辉,已不再有贵名羊的风格,而视自成一格的任派的演造,和用任康唱功去演戏。 任劍辉与新星剧团,香港日治时期,任劍辉与陈艳龙,靓茨白, 欧阳剑等人,在澳门成立新星剧团。 剧目有《红楼梦》,《海角红楼》,《蕭月白》,《情蕾浸家沙》等等, 新星剧团前身为1943年的明星剧团。 与花弹邓碧云的剧目有, 由欧阳剑編剧, 1943年8月6日首演的《神妻无数》。 当年,与任劍辉同台演出的有, 《正花何芙莲》,《二花邓碧云》, 《三花小燕红》,《即红线女》, 《小生何非凡》,《母生靓少佳》, 《丑生半日安》,而剧目就有由徐若外, 和半日安片剧的《金粉殿》。 之后,又组成三王剧团, 到抗战胜利后, 而司香港演出, 陈锦棠与当扎两位一生一旦, 君各自将二为泄国先跨都, 香港声迷俱乐部会刊, 日临内的临家声月剧年表, 有详细记载, 这件事, 任劍辉和方艳芬, 简称任芳, 一演帝远春心化道娟等, 一演看母帝梦会为夫人, 跨都支付车, 二花,车秀英, 三花梁素琴, 涉派胆角, 任芳雨晨之后组金凤平剧团, 著名剧目有, 火网繁公十四年, 香烧十二美人流, 金凤迎春, 春灯雨善恨, 一年一度燕归来, 一枝红艳露迎香, 再细重温金凤园等等, 这些都是唐狄生创作的中期作品, 任劍辉和方艳芬最后一次合作, 是于1956年10月演出唐狄生的作品, 六月说, 任劍辉曾经与多位正印花弹合作, 包括玉琴花, 徐仁心, 谭兰卿, 谭兰卿是战前的花蛋王, 陈艳农, 红线女, 方艳芬, 方艳芬是战后的花蛋王, 余丽真, 邓碧云, 罗艳卿, 吴君丽及上海妹等等, 著名剧目有, 羊奶母与小白菜, 梦断香烧四十年, 梁竹恨史, 神妻暮嫂, 红榴梦, 海角红榴, 孟丽君, 烟枝虎棒打紫薇郎等等, 抗战胜利后, 他领导的新星剧团, 疑思香港演出, 同样大收望台, 成员纷纷被各剧团拉拢加盟, 新星剧团随高解散, 此后, 他一直留在香港演出, 直至1969年后, 并无再踏足舞台, 各位关于任者, 任劍辉的生平, 同时他唱过的曲目, 拍过的电影和故事, 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, 在下一集, 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,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 不要错过, 同时, 请大家记得, 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m频道, 以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, 同时, 请记得按下订阅旁边的铃铃, 那我们每次出片, 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, 好, 拜拜, 我们下一条片见, 我们下期见, 好, 嗯, 感谢观看